哎呀 正齊上来就是人缘好的类型 也难怪你叔会吃醋 人缘好 本身不是什么错 哦 我差点忘了 原来某人 也是天生人缘好的类型啊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那择日不如状日 就今天吧 你想问什么 你过去的罗曼史啊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 这个不能问 那怎么能行呢 你看你之前隐瞒历叔的事情 害得我们差点分手了 嗯 从今天现在开始 诚实为上上策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快说嘛 我交过两个女朋友 上一人是在美国认识的 但后来爷去世了以后 我要回来掌管整个集团 我们就分手了 那是你提的吗 他提的 他不喜欢这种跨国恋爱 那叫什么呀 什么背景啊 他叫同学 是同声集团的千金 我大学时的学妹 哦 算了算了算了 哎 但我没问 原来又是长春疼 同学会的语言 那第一人呢 嗯 叫王品若 王品若 王品若 我还 王 名字听起来好熟悉 王品若 哎 该 该不会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拿了很多奖的影后 影后 影后 大老板 王品若哎 他竟然跟一个影后分手 然后流落至此 跟一个薛珊珊在一起呀 遊客 怎么 后悔问了 我后悔什么呀 我有什么都没说 哎呀 我要去念书了 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呢 那你呢 我什么呀 我不是说了吗 我是我的初恋情人 那你有没有过暗恋的对象呢 除了正旗以外 你怎么就不问问有没有人暗恋我呢 为什么还加一句除了正旗之外 因为那是迷恋 那要是迷恋的话那全都是迷恋 好人不出我所料啊 没事了 学习吧 不是 你把话说清楚 你为什么不问有没有人暗恋我呢 我不甘兴趣 你 你给别去 你怎么就不问了 这个情话说 应该不是由程浩写的 是 是我写的 是不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没有 计划处很吸引人 我很满意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你对于实现虚拟货币的运作 有把握吗 理论上是有的 只要能够打开知名度 排除消费者的不安与顾虑 这种半货币式的概念 是能够彻底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的 不过 事在人为 我担心由程浩不是真心想做好这个项目 所以对于这一次的投资 或者有一个条件 就是公司的负责人 必须是你 我 不行不行 公司上面有那么多我的前辈 他们经验比我多 资历也很深 都会比我做得好的 这个情话是你写的 我想对于细节来说 没有人比你更清楚 没有人比你更懂有成好 我想在你心里边你应该清楚 这对于你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一旦成功便是你的成就 从此你的事业 你的人生 将会把握在你自己手里 我风月还有颜青 我们会以个人名义总共投资一千万 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 我不在乎尤诚浩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或者他 根本就不存在 一千万 这么多 好 我明白了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风唐 其实你没必要投资刘柳的 你不要因为我 不要因为刘柳是你唐姐 就扼杀这一次投资 这个器官我已经看过了 他能够把这么复杂的虚拟货币概念做得如此的深入前述 而且风险评估做得也相当的完整 是一件很不愿意的事情 如果不跟他合作对于我风头而言 也是损失 这个案子有这么厉害啊 但是要是失败了 怎么办啊 你 风月 还有颜星 你们的钱怎么办啊 你知道所有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我相信你唐姐应该清楚 可是清楚 也承担不起啊 一千万啊 但是这一千万可以改变他很多东西 可以让他摆脱他母亲也还有又成好 可以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不是吗 你 你不会是为了这个吧 这只是附加价值 我是个商人 无力可图的事情我不做 可是 如果失败了 刘刘刘在她母亲还有优伤号面前 就永远抬不起头来 她是个聪明人 我相信她应该知道这一次合作 对于她来说有多重要 我相信她应该知道这一次合作 对于她来说有多重要 别担心了 别担心了 如果那一千万赔了 然后呢 就拿你抵着 我这么值钱啊 你家薛珍珍是个无价之宝啊 是不是